诶 都说古猎打加米不好打 超级的劣势对局 所以今天要看一下古猎的天花版Higuchi是怎么来对上明皇阿凯拉 开局就是一个极限叙利好吧 这个 这种招式跟我没有关系 好家伙 这边一套打满 现在Higuchi开场的优势有点大 阿凯拉这边连续的用螺旋打击 古猎对于螺旋打击其实挺难受的 你要么就用轻攻击去点 但这个东西你要去过多的盯的话 你其他东西就没了 你要盯太多 对不起 你的注意力不够用的 哇 被跳进箱 这里一波下来以后进攻 哎呦 暗住蓝房 斗气回上来 这斗气回上来我觉得明皇有点绝望 如果他这波能把斗气压空掉 那这一局希望还是很大的 好了 那到了第二灯 到了这个战通角 哦 自信插盒是吧 我觉得这一下很自信啊 一定要直接一波打痛对手 结果痛的是自己 痛出血来了 哦 又是这个 这个蓄力真的太好了 学不了一点 太能蹲了 这里 这个点上都来得及蓄力了吗 这无时无刻都在蹲着的男人 但你明明看他脚步很灵活 一直在走动 看他说能够蹲住就能够蹲住 这就是经验了 下中了打康直的台子 哦 就这个男人吧 他脚刀可以出的像指令的生龙一样 玩到这个份上你骨蝶就厉害了 知道吧 绿冲取消一个厚厚躲 然后绿冲回来以后换边成功 直跳 直跳的话明皇边应该有反应 这里中拳按得比你快 这里阿基拉想要往后拉一步去抓插盒 结果被反抓 有点痛 这一波 你走过去 哦 空剑打你的一个下中拳对空 这个就是骨蝶难打加米的地方 你要对空 真的要对的话得有续角刀 那这一波被正面跳入了 完了以后 三个轻攻之 完了卡在这个位置 骨蝶这个位置其实很难受 他不能用中拳去取消 因为摸不到 哦呦按蹦 对吧 那个位置 他下中角能够摸 但是有可能会吃蹦 所以你不太敢按 发波也不太合适 会被跳 会被蹦 那中拳取消出不来怎么办呢 在这边上明皇卡在一个骨蝶很难受的位置 所以上来打了一个中段 中拳只得取消 脚刀飞走 补上一个转盘 中拳以后直接come on 这里come on开了 come on开了先丢一个 用指令发波 一边蹲着蓄力一边发波 嘿嘿 有了SAL的骨蝶 他真的就是无敌的 因为他丢波的同时是蓄着脚刀的 你做任何动作会被剩下来 你只能是看了他发 这点上面是很强的 下中两支的取消 后后躲头 悟悉心用了好多次了 看到对手路易冲过来 轻攻击打联防 完了就是后后 这样的话对手无论插和你 或者说他要投你 你都有机会可以反打 哦这个反应 这个反应秀了 那这局赢了 极限穿波 我觉得Higgis下次得考虑用一些别的什么邪魔歪道的骗一下 能骗吗 按个中拳 有可能可以 好了 现在到了第三名 上来奥迪波摸到一个大脚 古典这个角色的话 大部分的资源 基本上都是用来交这个奥迪波的 奥迪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放到对手以后 你后面可以设定很多套路去打 小龙完了以后 中拳往后拉 直接蹦 但是被架 然后反手一个蹦 这边可以做一个换边 直接投这么简单 我还以为他会选择干点别的 你会考虑到 因为自己是驾招的 如果打连弹的话 伤害也不高 干脆投一下算了 现在明皇这边 哦呦 没有斗气 还吃到一个后跳的空对空 这一波吃到 把你关到死了 不给你出去的任何机会 看小明皇最后的一个挣扎要怎么来做 情况之取消没了 一整套打完 有点强这个连段 这也太极限了 每一个都必须是完美波 每一下都极限了这个距离 很秀 我只能说很秀 但凡当中一个波发错了 他都有可能会死 你知道吗 但他很自信 就是相信自己一定能打得出来 丢出来的波就不是完美的 你又不是 下中了 这里中拳命中 但是并没有做取消 做取消的话 这里明皇应该就死掉了 下一步怎么来 中拳拼到相杀 这里很直线 跳出去了 中拳抓中了 结束了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综上所述 你要用鼓励 打赢这么强的嘉明 首先你的势力要好 完了你的按键要准 要个个都是完美的 好家伙跟我没有关系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好 感谢观看